HELLO 大家好,欢迎来到一人的实况频道 今天我们要玩的游戏叫第五人格 简称是一对四的一个游戏啦 它是冒险恐怖游戏 大部分的实况主在开始开拍一个游戏之前都会试玩 我为了不要破坏惊喜,所以我就没有试玩 我就现在开始玩 我是怕等一下有什么惊喜的画面 我知道了过后我就不会显得那么惊讶 所以我就没有试玩 这样子就直接开始玩啦 我们来正式开始这个游戏 我的名字是Xorcius 我曾经是一个严重 哦,他是小说家 从小说家变成侦探 现在他做生探要找这个人的女儿 他给了他一笔大笔的钱 输入你的画名,哎呀 这种取名字的怎么能难得到我呢 我是你爹爹 OK,开始游戏 确定 这样我要用一个比较特别的名字啦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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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哎呀,这个名字也被占用 OK,我再加长一点 哈哈哈哈 是不能 就加哇哈哈哈哈 哇哈哈也给人家用 呃,我真的是突袭 这个也不能用 呃,终于 所以我现在是这个主角 我的名字就叫Ihara 我本来想取一个特别一点的名字 哪里找的那些特别搞笑的名字 都给人家取取 呦,有些字又不能用啊 唉 哦,第一幕 杏主人 哦,原来他是很像 呃,故事剧情发展的那种 他终于来到这个庄园了 然后 呃,打开房门 就有一个在呗 嗨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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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嗨 哇,好卡 哇,还要在那边住啊 哎呦,是我就不敢了 我才不要在那边住 有 哦,可以这样子环绕 哇,很慢哦 很慢哦 他走路的方式很 够力慢哦 点亮烛灯 怎样点 哦,按就可以了啦 哇,那个灯 好像没有 方式这样的 按到啊 哇,哇,老呗 然后 跟着脚印 寻找亮点 哦 跟着脚印跑 就可以找到 嗯,很好 他带我去哪里 哦,点亮烛灯 他那个点亮烛灯 你点他那个字就可以了 这边还有一个 哎,这个不能点 不可学啊 怎么不能点 等一下 哦,他还要点这边 是不是 哦,不是哎,那个是我点的 嗯 怎么不讲话 他就 嗯,啊 嗯,感觉他要 押西哦 站着押西 点亮 嘖嘖 叫你交电费不会停 你看电费都不交 整天点那个蜡烛 好像败死人 这样 哦 什么东西 哇,很卡 我不懂是我的手机问题 还是个游戏问题 好卡 嗯,小孩子的东西 你看他这边 有那个 menu memo book OK 哦,有线索的哦 这个是那封信 哎,我是女的 为什么叫我先生 点击空白区域关闭 我这个照片 很像 有点诡异的样子 你看他叫我 敬爱的 Ihara先生 嗯,能不能称呼你 啊,这边 你们自己按stop啦 自己看啦 如果想要我解释的话 你们就 嗯 like跟share咯 多多like跟share 我就会解释 这个 故事 在讲什么东西 所以我也会慢慢读啦 得空我就读啦 嗯,壁画 哇,好漂亮的壁画 没有啦 就只有两面啦 Q OK 喂,你读哪里吗 真的要押西啊 他不能转那个视角 哎哟 这样恐怖咯 这样子 谁咯 他不能转弯那个方向 你看 他只能跑来跑去 这样不是死 敢走谁钢咯 我现在要去把 哎 哦 灯我已经点完了 五亿间飞到地上 可以点台 哦 哦 大亮了 嗯,看起来是一夜日记的日记 这个游戏它好的地方是在什么 它这个游戏啊,它有不同的语言 它不同的语言 它出来的那些线索啊 图案那些啊 都会跟着它 你选的语言就变 很像它原本Original版本 它是英文的 可是我选了中文 它就变成中文的那个内容 它那些字条那些全部变成中文的 而且有些它还是一样会放回英文的 它这个游戏比较特别的 有些就放回那个图案一样是英文 可是它出来下面的字幕可能是中文这样子 哦,我觉得这个 还蛮用心不错 呃,不错的地方 诶,怎么弹不出去哦 哦哦哦 不要卡啦,孩子 不要卡啊,孩子 进来啦 可以啊 诶,竹马, właśnie 诶,竹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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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再放回来了 诶,竹马 哦,它有熊 诶,竹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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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鬼 终于可以 又偏了 然后 要我跟着他 买了吗 有东西在追他 好刺激咯 我的手机又这样卡 谁啊 我看今天不要玩游戏啦 我们看故事内容就好啦 不然我会卡死啊 我这么两分 什么 我变成鬼了 这什么 什么鬼 哦 我被那个鬼上升了 所以我现在就 变成他的那个 哎呀好卡 哎呀转一下转一下 哎谁了他要跑来了 转一下 画面很难啊 按了吗按了吗 OK 哇很难玩哦 哦你还没出击 嗯 哈要什么密码 等等等等我搞不懂 什么状况现在 现在是那个男主角 他被那个鬼上升了 哎 这个是我啊是不是 他被那个鬼上升了 过后他就看回他以前 那个人 他还活着的那个画面是吗 最后一个密码机 密码机啊你 求生者的游戏 哦 用那个天线找密码机啊 然后我在弄的时候那个怪兽 不会来呢 那个小丑 还要反应啊 哇这样子搞来不是很刺激 哦 哦 哦 OK 我现在要做吗 哇 你跑那么快 不等买我 谁了 谁了谁了谁了 谁了谁了 我跟着脚硬跑 跟着脚硬跑 按这个 我输入密码 我就可以跑出去了 是不是 哦 就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来不及跑啊 死定了 OMG 很像他抓到的人那个 脸啊 那个样子啊 他眼睛会变成钮扣的 他刚刚换成钮扣是吗 哦 找到一个新的记忆 我也不懂了哦 星巴斯 他现在就觉得日记区 他的部分很明显 哇 还要慢慢找啊 其实他都有放一个放大锦点 你只是点开就可以了 比如啊 比如在哪 这里 点 没有日记 有什么东西 没有烧过的柴 有什么意思 我不明白 有一个破洞 是咯 怎么刚刚你不点呢 刚刚明明就在这边了啊 为什么你不点呢 有可能是个机关 你说不定了 检查主台 来 哎呦可以转了 还真的可以转 哎呦 走是人啊 他突然跳出来 我找到了 他怎么没有生灵去 哦 第二幕啦 哇 呵呵呵呵 哈哈哈哈 他这样快就第二幕啊 我好像没有玩到什么东西 嗯 嗯 中药线索主要故事 哦 这样子就开始新的故事了啦 OK 翻译 我还要 去点开 那个秘密 OK啦 今天就 试玩到这边先啦 如果你们想要我 我继续玩下去的话 就 like跟share咯 然后有什么东西 要问的话 可以在comment那边 就问我一些问题 关于这个游戏的也好 关于我的也好 啊 然后 之类似像 什么时候再出 游戏的实况之类的 blah blah blah啦 嗯 就到此为止啦 如果你们觉得 这个游戏还蛮不错 有兴趣要玩的话 你就去 playstore 或者去appstore 那边找第五人格 蛮不错啦 我觉得 目前为止 还觉得蛮不错 如果你们想要看我 玩下去的话 就 给个支持吧 今天游戏就到这边啦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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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